就要6月份了 马上要正值的是毕业季节 因此这个时候很多毕业生 从不出校园之后就要开始烦恼 到底要继续念研究所 继续求学还是先找工作呢 这两个选择该怎么选 现在根据人类银行调查显示 有高达98%的毕业生 不继续升学 想先踏入职场 将来要考研究所的话 要先累积工作经验之后 再回到学校来就学 另外受到高薪的吸引 想到海外工作发展的新鲜人 也超过了九成数字 来到92% 有意愿到海外工作 人类银行也表示 社会新鲜人平均期望的月薪 大约是3万1千块钱 而选择求职工作时 薪资待遇当然就是主要考量